再次遇见了小花 小花开始和我们传导她那独特的价值观 但其实这里全是剧透 剧透警告哦 小花这里的话 明显是在映射她曾经的悲惨遭遇 就像她在这里说的 她确实是这个世界未来的王子 因此这句话确实有一语双关的含义在的 所以小花是知道自己叫Azreal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显是疯掉了 然后这里再说句题外话 关于角色名的翻译 我个人是更倾向用Azreal逐梦这个翻译的 原因有二 一小花后期变身之后的形态 号称有掌握生死的能力 而英文中死亡天使正好也念 Azreal 所以在念法上这样翻译 更能体现出角色命名设计的精妙之处 二真正的埃斯利尔英文是这样写的 并不是这样写的 并且在原版的英文念法中 Azreal是根本不会发出力这个音的 但是为了避免争议 之后的人民只会出现英文字幕和英文念法 走出废墟 我们来到了一片树林 那里银桩素果 白血哀哀 树木之间漆黑的缝隙 突然被踩断的树枝 让我们的冒险增添了几分压抑的恐怖氛围 接着 我遇到了这个游戏最懒惰的骷髅 Sense 而他为了帮助我躲过Paperis的抓捕 居然想让我躲到一盏台灯的 侧面 可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计划 居然成功了 很明显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临走前 他告诉我们自恋的Paperis并没有恶意 只是从来没有见过人类 希望我们能陪他好好玩玩 接着 来到一个路口 往上去 我们能找到一根鱼竿 鱼竿上挂着一个非常神奇的鱼儿 能钓上来什么东西 就是有鬼啊 走下去 再次遇到Paperis和Sense 一阵插科打魂后 这次他总算意识到 眼前的这个生物 就是人类 一阵激动过后 立马就跑去设置 抓捕人类的陷阱了 而在这里 我们也遇到了雪晨的第一个怪物 冰盖帽 饶恕这个怪物的方法就是 不是他的帽子 然而我更喜欢 趁其不备直接偷了 因为这样 他就会变成 一块冰块 看了一眼 Paperis用纸壶的闲哨站 我遇到了一只 神奇的盾 他只能看到移动的物体 所以击败他非常轻松 站住不动 多摸摸就好了 这里随着摸的次数越来越多 盾格的对话也在不断变化 直到他受够了为止 去到下一个场景 和Sense对话后往上走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雪人 他会邀请我们 把他的身体带上 去游历世界 然后这里有一个彩蛋 雪人的碎块是可以吃的 当我们吃掉之后 可以再去耗一块 当然 只能再耗这一次了 不过 还有一种最绝情的做法 就是直接当着他的面吃掉 这样 他就会和我们彻底绝交 拜别雪人 我们会遇到一只 特别魔性的狗狗 小犬汪 只要我们不断地摸他的头 他的脖子就会突破天际 然后拐弯 虽然毫无难度 但是特别的离谱 接着闯过Paperis设置的关卡 我们来到一个 可以踢雪球的地方 根据用时的不同 雪球进洞后 升起的旗帜颜色也会不同 我这次是紫色 这里上面有一个野生的Sense 他在用一种漫天要价的方式 卖炸雪 然而他并没有雪 从这里走过去有个狗窝 这是在告诉我们下一关的攻略 接下来轮到Sense设置关卡了 然而这个复杂的文字游戏 并不能限制住玩家的脚步 两个骷髅也会因为 哪一种字迷更难而产生分歧 这里的选项会影响之后 和Sense的对话 为了让Paperis能更开心一些 我选了更倾向Paperis的选项 小伙伴自己玩的时候 可以换着选选看哦 试着吃了两口冰冻的一面 牙齿碎了一地 解开了下一个谜题 我们遇到了之前那两个狗窝的主人 难度不高 注意走位就行 攻略顺序是 打滚 重新闻闻 摸摸两次 就可以成功宽数了 连续闯过Paperis设置的关卡 我们会来到小犬王的狗窝 而现在雪地上的产物 正是我们之前的狂摸导致的 不摸那么高 就不会有这么壮观的景象 闯过下一个一笔画难关 我们会遇到一片藏有彩蛋的树林 每次进去 头顶的雪都会有不一样的造型 而这里呢 其实藏着一只Tobby Fox 然后不急着去雪镇 我们会遇到Sense和李无路 把李无路的礼物拆掉 我们就可以宽恕它了 当然 作为蛇皮玩家 在绕树之前 我们可以给它带个大眼 Sense会在这里展示它神奇的瞬移能力 沿着道路走到另一端 我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洞口 走进去会看到一条绿色的道路 录的尽头通向一个隐秘的房间 打开这个门 需要玩家完成一个极难的挑战 和平线通关 并无伤制作人员名单 前者好说 后者是真的太难了 密密麻麻的弹幕根本挡不住 进去之后 可以看到游戏制作人的狗窝 嗯 非常有趣 而在门口跳舞 我们就能刷出这个游戏的隐藏怪物 老滑头 这是前期最难打的小boss 从弹幕的密集程度来说 感觉打鱼一解都没有打它难 而它的攻击不仅会散弹式的喷射 还会扔几乎没法躲的巨型炸弹 而攻略的方法就是 连续两次鼓掌之后 再选择没反应 这样它就会因为没火整 直接开溜了 奖金还是挺多的 有120块 接着我们出来 换了方向 来到一个全是雪棚的狗窝 而拦路的大犬王会朝我们发动攻击 只要陪它玩累了 我们就能轻松通过 呃 这个盔甲原来是这么开的吗 哦对了 在这个位置还可以捡到30块钱 来到桥上 和Sans Peppers对话 Peppers会准备一堆武器来拦截我们 但又因为这种行径 有违自己的原则 所以作罢 毕竟是小天使嘛 这里的彩蛋就很明显了 刚才Peppers挂出的武器里 有一个top it go 同时 这里也是最容易触发小花彩蛋的地方 结束对话往回走 我们就有几率看到 一直在后面跟踪的小花 来到雪镇 我们可以在商店里 买到之后必要恢复的道具和装备 不过这个老板娘只卖不买 想把多余的道具换钱 显然是不可能了 隔壁的旅馆可以休息 在这里休息能恢复超过生命上限的血量 不过这里有钱和没钱 会住两种不一样的房间 而我 为了打boss 把钱都花光了 没办法 只能睡小房间了 唉 休息够了之后 我们穿过雪镇 终于来到了这一关的boss Peppers面前 雪镇片 结束 雪镇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关于剧情的要素 反正和Peppers打完呢 还得回来 所以呢 就留着下期再说了 那么我是阿阳 我们下期再见 爸爸溜